大家好,我是老丁 国际越是动荡,资产越是涨跌 我们机会越多 有能力有运气的人就越会盆满钵满 从2018年到今天 经济反复震荡 资产价格涨跌互现 黄金暴涨,债势暴雷 股市进入过大跌的熊市 出来过暴涨的牛市 两三年的时间就像走过了一轮周期一样 我们总是能从过去的历史当中找到今天的影子 有人说近两年像1948年 因为那年苏联和美国不愉快 有人说像1958年 因为那年全球都在大印钞票 也有人说像1968年 因为那时经济滞胀是全球功底 我们不好说今天到底和什么时候更像 只能说某个时间点的时候 确实有很多相似的支出 本期视频我们来回顾 1958年到1968年 冷战巅峰时期的十年 58导弹危机 全球货币放水 经济刚刚复苏 美元面临危机 回看那十年 经济如何变化 股市怎样走势 机会曾经在哪 危险又在哪 对比今天 我们的机会又在哪里 1958年1月7号 全球最后一台 争计机车的车头 在荷兰开进博物馆 争计机车时代的终结 也同样吹响了新时代的号角 此时马上到了二战后的第一个十年 各国的经济重建已经基本完成 全球经济在基建的扩张下 高速增长了十年 但从1957年年中开始 美国经济开始掉头向下 二战后的第一次全球大衰退来了 为了应对衰退 美国从1957年末 开始了各种宽松的货币政策 1957年11月14号 美联储开始第一次降息 利率从3.5%降低到3% 1958年4月17号 又从3%降至1.75% 为了提高居民信心 美国决定将证券交易保证金从70%下降到50% 同时美联储决定三次下调商业银行存款保证金 可是货币的大幅宽松并没有使宏观经济立即出现好转 美国第一次的GDP同比仍然下降2.9% 失业率达到近几年的峰值 但是股市却出现起稳回升的现象 从1958年3月开始 美国大盘道琼斯指数开始起稳 并在4月 美股正式踏进牛市的门槛 所以我们看市场总是领先于经济基本面 1958年6月时 美股200家大型制造业企业利润同比下滑40% 但美股大盘在4个月之内已经上涨了15% 上面的这个现象是不是有点熟悉呢 2020年第二季度 美国GDP下滑32.9% 但是此时的美股却连创新高 1958年7月 随着股市上涨市场情绪开始转好 美国的经济基本面也终于在年中出现了明显的回升 第二季度 美国GDP数据环比回升2.2个百分点 为了抑制通胀泡沫 美国在1958年8月 货币政策再次开始收紧 8月和10月连续两次加息 证券交易保证金也两次上调 但是股市根本无视这些收紧政策 依旧持续上涨 截至1959年年中 美国的基准利率已经加息至3.5% 美股却上涨约35% 很明显 经济开始复苏了 回看当时的股市上涨结构 是以电子消费为主 有点像我们今天的科技股 主流企业包括电话组件公司米罗华 照相设备公司宝利来 以及广播电视接收器制造公司 真理石等 这一幕是不是有点像今天众多的科技设备公司呢 2017年开始 全球高科技企业进入牛市 至今很多企业的市值翻了三倍都不止 所以当经济复苏时 多数情况下具有前景的科技股 往往表现都会很好 1959年中旬 美国突然爆发了大规模的钢铁工人罢工运动 此时的工业生产指数增速开始出现下降 美股有涨转跌 道琼斯指数暴跌10% 但很快 1959年9月 赫如巧胡访美 全球政治局势缓和 10月上市公司出财报 众多企业利润大增 11月罢工运动结束 由此 美股再次回涨 最终1958年 1959年 两年的时间里 美国股市总共上涨了50.4% 美国民众在这段期间赚的盆满钵满 所以 人生发财靠康波 在大环境趋好的环境下 每个身处时代中的人 都是幸运儿 虽然美股上涨 但此时的美联储却仍在加息 基准利率已经到了4.0的水平 货币政策如此快的收紧 资本市场开始有些扛不住了 没过多久 1960年 新的危机 来了 历史的回顾总是会让我们对今天若有所思 美股在经历了两年的大牛市之后 在1960年年初 开始大幅下跌 道琼斯指数从680点跌到599点 下跌12% 1960年年中 美国侦察机在苏联被击落 四国峰会上 美国总统拒绝为此道歉 最终谈话破裂 全球局势再度紧张起来 此时股市里军工股出现大幅上涨 6月又爆发了刚果战争 此时美联储宣布降息至3.5% 市场税用利好形成上涨 可是不久后 宏观工业数据增速 却出现了负增长 与货币政策形成背离 又造成股市的大幅下跌 货币政策反反复复 一会儿紧一会儿松 一系列的事件让股市剧烈震荡 正如近两年的股市一样 所以我们看到 当人们开始对局势紧张有预期的时候 往往最受欢迎的就是避险资产 当形势不明朗的时候 资本市场往往也是剧烈震荡 此时不参与就是最好的参与 与此同时 1960年8月 美国与古巴的关系开始恶化 最终两国正式断交 市场情绪高度紧张 伦敦黄金价格暴涨到41.5美金每盎司 超过关价18.5% 这里简单解释一下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 美元和黄金挂钩 固定官方价格35美元每盎司 所以当此时市场上的黄金价格暴涨时 也就意味着美元大幅贬值 二战后的第一次美元信任危机爆发了 在1960年的9月10月 美国股市遭到大幅炮售 创下全年新低564点 同年11月8日 肯尼迪当选总统 美联储再次货币宽松 民众情绪开始缓和 借此机会 1961年年初 美国政府宣布禁止美国居民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持有黄金 从此时开始美元和黄金开始了加速脱钩的进程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 多数情况下 黄金和美元基本上成负相关 当美元上涨则黄金下跌 当美元下跌则黄金上涨 1961年 美苏两国开始相继恢复核实验 62年年初 肯尼迪向国会提出申请 大幅增加国防建设和太空客源运算 国际局势进一步发酵 62年3月 美股大跌 三个月的时间暴跌27% IBM的股价从一年前的607美金跌到至今的300美金 保利以来公司从高点262美金跌到81美金 此时的货币政策并没有收紧 虽然国际局势紧张 但和此前相比几乎是同等水平 可市场却出现了大幅下跌 从这里我们可以总结到 有时候很多大幅下跌并不需要什么合适的理由 可能仅仅是因为资金盘获利了结 所以当在股市高涨且获利明显的时候 就应该卖出 1962年年中 美国开始救市 股市起稳 下半年 古巴导弹危机爆发 10月24号 美国封锁古巴海域 美苏局势达到顶峰 但此时市场虽有下跌 却仅仅是小幅回调 所以 在悲观事件刚刚开始有预期的时候 才是市场真正暴跌的时候 当悲观事件达到顶峰时 往往是利空出尽 市场反而难以下跌 1962年年底 所有的利空消息就已经出尽了 美联储并再次开始降息降准 同时 美国的大幅减税政策出台 从此时 投资者的春天正式到来 美国正式走入一段 大牛市行情 牛市只有在开启之后 人们才会意识到现在是牛市 但其实在牛市一世 从宏观政策 资金走向 企业盈利等多个角度 早就已经可以看出端倪 1963年到1965年 是美国在二战后开启的 为数不多的大牛市之一 让我们回顾这段时期发生的事情 以此来对比 我们的现在 63年1月 肯尼迪总统向国会提邀减税议案 建议个人所得税下降6%到25% 企业所得税下降5% 到了3月 工业生产指数增速出现明显的上涨 4月 汽车的产量环比增长7% 伴随着此前的利空出尽 此时又接连迎来利好 美股一发不可收拾 到了5月 道琼斯指数突破前高 一度达到727点 在这段行情里 市场情绪高涨 但并不是每个股票都在涨 领涨的板块有科技股 消费股 航空股 以及部分轻工业企业 原因是从二战之后 爆发了一波婴儿潮 至1963年 这波出生的人口刚好18岁 青年人群的大幅增加 直接带动了汽车 消费电子 房支 商贸零售等消费品需求的暴涨 希尔斯白货公司 在这场牛市里 股价翻了三倍 纺织企业 柏林顿也成为当时的大牛股 但是另一边 众多周期能源股 却走势极差 相反 在二战刚刚结束的 1945年起的十年间 周期股和能源股是暴涨的 但那时的消费股 普遍不行 所以 由此我们可以总结 在基建扩张时 周期股 能源股 普遍走势强势 但是当进入到繁华的盛世时代 往往消费股 会出现大牛的走势 就像我们中国在2015年去产能之前 周期股往往是牛市龙头 可是近些年基建投资相对增速放缓 国内消费 占GT的比重越来越多 很多消费股 成为了近些年的牛市的零头羊 1963年10月 美联储货币紧缩 一个月后 肯尼迪总统被自杀身亡 股市在11月22号开盘及大跌 可是即使如此重大的事件 此时的股市非但没有出现持续的下跌 反而走出了一个深微的反弹走势 随后便一路向上 最终1963年 道琼斯指数收于763年 创下新高 1964年年初 美国军队与巴拿马群众冲突 两国断交 8月 美国两艘驱逐舰受到北越的攻击 越南战争全面升起 10月 苏联发生政变 赫鲁晓夫下台 不久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这段时间里 林林总总的悲观事件不断涌出 但依然阻止不了股市的加速上涨 所以说 当情绪高涨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任何负面消息都会被掩埋 在牛市里 利空消息往往被称作利空出尽 在熊市里 利好消息也会被恐慌吞噬 后来时间进入1965年 股市依旧呈现上涨的态势 可3月8号 美国海军陆战队登陆越南监港 美国全面进入越南战争 战争的持续支出让美国的贸易赤字越来越严重 伴随着越南战争的不断持续 长时间的军费消耗使得国内的通胀压力开始显现 CPI开始走高 此前宏观CPI均值在1.3左右 而此时 已经超过了3% 1965年6月1号 美联储主席发表讲话 警告说国内通胀的危险 以及国际收支不平衡的问题 可能是永久性的 此番言论给市场带来了极大的动荡 原本持续上涨已经多年的股指像惊弓之鸟一样开始剧烈波动 但最终在1965年年末 道琼斯指数仍然瘦在最高点 可之后 股指便开启了单边暴跌的走势 一场大熊市伴随着新一轮的经济衰退 滚滚而来 当市场临近尾声并不是没有预兆 在经济衰退之前货币便已经开始紧缩 股市也开启了下跌 正如我们此前牛市来临一样 熊市来临时也并不是真的宏观经济指标出现拐点的时候 因为市场总是领先于经济指标的 从1965年10月 道琼斯指数触达962点之后 到了12月 股指明显出现涨不动的迹象 此时的货币政策也开始进入紧缩 但此时仍有通胀压力 美联储选择加息 将贴线利率从4.0上升至4.5 1966年年初 美国经济几乎达到繁荣的顶点 失业率创下新低 几乎接近完全就业 由于通胀问题还在持续加剧 货币政策也还在持续紧缩 此时市场上的利好几乎触近了 利空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时候 股指便掉头向下 从年初的最高点1001点 一直跌了大半年 全年跌幅已经超过20% 不仅股市在下跌 美国的黄金储备也在不断流失 截至1966年年末 黄金储备降至131.6亿美元 然而祸不单行 此时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了 美国财政再一次面临资金难题 最终1967年6月 联邦政府再次提高债务上限 从3360亿美金 提高到3580亿美金 美国的大笔负债 为之后的美元危机 再次埋下了种子 1967年 衰退持续加剧 历史上每一当经济走向衰退 都容易引发社会动荡 此时上市公司的盈利增速 从去年的10%下滑到1% 最终在7月6号 美国还是发生了 大规模的铁路工人罢工运动 现实如此残酷 但是股市却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道琼斯指出 一直是反反复复的震荡行情 展现在具体板块上 汽车 纺织 零售等板块 出现大幅下跌 但是电子股却依然强势 以此再回看2020年的今天 美国因为新冠疫情 已经确诊了500万人 不仅发生了大规模的暴乱 罢工 而且大批量的实体企业 也都在破产边缘岌岌可危 可美国股市和那时一样 却走出了一波科技牛市 苹果 亚马逊 特斯拉 微软 均创下历史新高 所以有很多时候 股价是可以脱离基本面的 不一定是基本面不好 股价就不会涨 水牛是经常会出现的 时间继续回到1967年 几乎下半年股市基本起稳 但是汇率市场却出现大幅波动 11月18号 英镑单日贬值14.3% 英镑危机也使得黄金价格遭受挑战 为了稳住黄金 全球央行不敢再进行放水 随机而来的 就是各国再一次加息炒 但是 黄金和美元的固定价格机制 天然存在问题 终于 黄金美元的危机 又爆发了 黄金美元的设立支出 这就是行不通的 二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确立以后 美元与黄金挂钩 各国的货币在于美元挂钩 因为黄金是定量的 所以美元的发行总量就要固定 那么当美国的经济强劲 大量的美元将会留在美国 会使得国外缺少美元 造成国外通货紧缩 如果外国的经济强劲 又会使得外国的美元泛滥 从而使得美国国内通货紧缩 而应对通货紧缩 就要继续发行货币 这样 美元的供应量就会增加 黄金的价格则必然上涨 维持不住35美元每盎司的价格 从而使得布雷顿森林体系 必然崩溃 到了1968年 由英镑危机引发的黄金危机 开始愈演愈烈 不久 法国英国等军退出 伦敦黄金是成员国 并大笔向美国购买黄金 运回国内 同年3月18号 美国取消发行钞票时 要有25%的黄金储备 作为标的的规定 至此 黄金美元体系 进入双轨制 即一方面各国央行 依旧维持35.2美元每盎司的 官方比价 另一方面 黄金价格可以在自由市场上 自由浮动 此时美国总统再次面临大选 1968年11月15号 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 几年后 他终结了黄金美元时代 至此 总结一下我们上面的几个观点 一 市场总是领先于经济基本面 二 当经济复苏时 多数情况下 具有前景的科技股 往往表现会更好 三 人生发财靠康波 在大环境趋好的环境下 每个人赚钱都是很容易的 四 当人们开始对局势紧张 有预期的时候 往往是最受欢迎的资产 是避险资产 五 当形势不明朗的时候 不参与就是最好的参与 六 黄金和美元基本上成负相关 多数时候当美元上涨 则黄金下跌 当美元下跌 则黄金上涨 七 有时候很多大幅下跌 并不需要什么合适的理由 可能仅仅是因为资金盘获利了结 所以当股市高涨且获利明显的时候 你就应该卖出了 八 只有在悲观事件刚刚开始有预期的时候 才是市场真正暴跌的时候 当悲观事件达到顶峰的时候 往往是利空出尽 市场反而难以下跌 九 在激进扩张时 周期股能源股普遍走势强势 但是当进入到繁荣的盛世时代 往往消费股会出现大牛的走势 十 当情绪高涨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任何负面消息都会被掩埋 在牛市里 利空消息都能被称作利空出尽 在熊市里 利好消息也会被恐慌吞噬 十一 有很多时候 股价是可以脱离基本面的 不一定是基本面不好 股价就不会涨 水牛是经常出现的 回顾整段历史我们看到 在这十年 美国经历过多次完整的经济周期 从衰退到复苏 从复苏到繁荣 从繁荣到滞涨 再到衰退 经济完完整整的轮动 但不同时期的相同经济环境下 股市却出现了不同的走势 这十年 经济起起落落 股市多涨少跌 周期反复变换 企业高速增长 哪有什么永远的长牛 又哪有什么长期的衰退 经济和资产价格一直都是这样的 反反复复 涨涨跌跌 危险在这十年里 从来都没有减少过 机会在这十年里 也都时刻存在着 到了今天也是一样 从2018年到今天 经济也处在衰退期 滞涨期 复苏期 反反复复的边缘 但是这三年真的没有机会吗 股市里翻倍的股票比比皆是 黄金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上涨了50% 很多科技企业的盈利情况也在大幅增长 所以历史不会重演 但是它会很清晰地告诉我们一个本质 经济有周期 行业有轮动 资产在涨跌 机会永远在 历史虽有不同 但又总会反复重演 老丁是个生意人 朋友们下期见